大家好 欢迎来到由赛奇运动协服 作家冠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 我是小鱼 金玉成 由刘德华和大S所主演的科幻大片 《未来警察》上映一周的时间 票房就已经接近了4000万的成绩 这也再次证明了刘天王的票房号召力 日前呢 刘天王也是率领一众主创 来到了香港举行首映会 为电影继续做宣传 由刘德华大S主演的科幻大片《未来警察》 这天在香港举行首映 那华仔所到之处都会吸引很多粉丝前来捧场 是华仔粉丝的大S也感受到香港粉丝的热情 这一次我们就是从内地到了台湾 再来到香港 所到之处都感觉到偶像的魅力真的很惊人 尤其是在香港我觉得大家就更热情 真的是蛮惊人的 我来香港从来没有那么多人聚集过来过 华仔在片中跟大S产生了感情 两人还有吻戏哦 我刚才接吻的那场戏其实也蛮可爱的 整场戏因为是第一天拍 没有好好地去享受 希望往后的日子还有机会跟他拍一些吻戏 也希望下一次跟他在演的时候是情人 然后那种很激烈的 希望下一次好好享受跟他的吻戏 跟偶像一起拍吻戏的感觉 真的很像美梦成真的感觉 就是小时候做梦会幻想的情节 就长大之后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 大S说如果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一个爱的人 无论遇到什么问题也会等他一辈子 不过另外一位女艺人阿萨的爱情路上就遇到了波折 身为阿萨好朋友的华仔也体会到他现在的心情 我觉得他压力也蛮大的 希望他能撑过去 因为真的爱你的人永远爱你 然后有一些他根本没有介意到你的 没有感受到你感受的人 真的不用太想他 勒凡天香港报道 虽然这部电影上映一周时间就取得了很好的票房成绩 但是还是有苛刻的网友指出 被誉为华语影坛第一部科幻大片的《未来警察》呢 和很多的好莱坞影片有诸多雷同之处 有抄袭之嫌 帅气的乘着太空飞船 穿上战斗衣 这是刘德华最新主演的科幻喜剧片《未来警察》 不过电影才上映不到一个礼拜 就被眼尖的网友指出 不但电影海报跟另一部美国科幻影集《星战骑兵》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两者都出现机械光环装置太过雷同 就连《未来警察》当中这个角色 从背后长出机械怪兽的特效 也跟好莱坞电影《蜘蛛人2》当中这个科学怪人太过相似 不但主打的科幻特效 和多部好莱坞电影有着相似之处 就连电影情节穿梭时空对抗变形生化怪人 似乎有点雷同 《未来警察》在科幻情节之外 也包有导演王金很多的搞笑风格 甚至加入刘德华和两位美女 范冰冰和大S的对手情感戏 而这也是影片的另一大卖点 电影公司则强调 如果只是场景设计有小部分雷同 就被说是抄袭 这帽子也扣得太大了 究竟算不算抄袭 的确是忍者见人智者见智 而观众买不买账还得票房说了算 乐凡天编辑报道 而为了摆脱花瓶的形象 林志玲在影视剧上也是下足了功夫 除了在电影中要求增加武打戏份 这回和日本红星木村拓哉合作的日剧《月之恋人》 更是不惜形象变身泼妇来伴仇 穿着麻花上衣 衣服凌乱 还挥拳打人 俨然一副泼妇的模样 第一名模林志玲在新剧中尺度大突破 就算只是照片没看到动态的电影 大概都已经把台湾的林志玲粉丝给吓坏了 原来这激进素颜 披头散发 一身村姑装扮 是剧中林志玲母亲被坏人绑架 为了救母 第一名模顾不知形象 对着坏人轮巴掌挥长棍 最后更被重重一推 摔个四脚朝天 照片看起来 木村拓哉也被吓坏了 第一次跟日本红星木村拓哉合作演出 原本传出开拍前 林志玲的角色是个中国名模 没想到最后却惨遭幻觉 角色从名模顿时成了女工 对此经纪公司强调 一切都配合剧组安排 毕竟首度打入日本市场 林志玲敬业又配合 除了力求摆脱外界对她的花瓶印象 也希望借此摆脱上部电影 四龄票房不佳的阴霾 乐凡天编辑报道 看来林志玲这次真的是豁出去了 而一项以美丽性感形象世人的舒淇 这次更是在佛客上贴出了自己的素颜照片 而照片一曝光呢 立即是吸引了过万网友前来浏览 俏皮的皱着眉头扁着嘴 舒淇的装可爱照片曝光 大方秀出素颜照 一改平日镜头前火辣性感模样 舒淇自己在部落格上写着 虽然我的脸还在过敏中 但我终于靠自己的双手发第一次文了 照片一出 立刻吸引数百名网友热情响应 连网站的粉丝人数 也瞬间积累超过了一万两千人 像这样明星素颜吸睛的 还真的是不少 素颜天后小S 连在广告中都大方素颜出镜的小S 记者会更是没再怕 对自己的好肤质相当有信心 而素颜照因为意外曝光的王心灵 也广惑好评 照片里白里特红 几乎无瑕疵的肌肤 让网友大呼羡慕 不过不管卸了妆后 是美是丑 肤质如何 女艺人化妆下的真实面孔 都同样引人好奇 吸引目光 乐凡天编辑报道 好看过了女明星的素颜照之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窥探一下 明星的家究竟是什么样的 日前为了支持好友黑人 和范范范伟奇 所发起的慈善活动 小S更是借出了自己的房子 作为拍摄场地 黑人陈建州和未婚妻范伟奇 发起了Love Life慈善活动 这些活动从去年年初开始 就获得了众多艺人的支持 台湾全部不收酬劳 不用回报 只希望大家能够关怀 自闭症的儿童和家庭 而小S为了响应活动 更是借出了自己的家 作为拍摄场地 小S的家暴乌龙案喧嚣一时 而两夫妇也是时不时的秀恩爱 当天的拍摄现场 徐亚军也全程陪伴在旁 小S是难得的表现出了 小女人的一面 我没有家暴的议题 看这个时候 我在浪头上 干脆进入个单曲 卖唱歌也不错的 不行了 他唱歌也不错 好 还是很难卖 非常 何凡天台北报道 相比小S的高调秀恩爱 依能静则显得有些落寞了 那在昨天所举行的 自己最新的EP发表记者会上 谈到婚变 依能静更是速度 哽咽落泪 隔了快四年才发行 新单曲的依能静 不仅造型大变 就连唱腔也改变了 唱腔的花开 年超大海 年超大海 唱腔的改变 令大家吓了一跳 似乎也给依能静 宣泄情绪的机会 当然我觉得 其实这一年多并不好过 坦白讲 并不是很好过的 我觉得最难过的时候 我有七八天都是泡在浴缸里面 所以我没有办法离开那个水 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躲起来 不是我不愿意面对台湾的朋友 而是因为我跟你们太近 我觉得你们就像我的家人 所以我没有办法在 所以我没有办法在 我没有办法在那个 对对对就是说去逃避或者是杂谎 谈到过去 依能静还是哽咽地说不出话来 我只能说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 然后 你会觉得这些东西 给他给我一分钟 好吧 就是还是要跟大家讲说 谢谢大家关心 然后真的是大家一点点 一点点不是从我们当事者出来 都会给我们很大的生活波动 然后也会造成我们身边家人 对我们关心的压力 所以请大家放下吧 让我们去往前走 虽然是为新歌做宣传 不过话题焦点还是围绕在 依能静究竟有没有传简讯 给前夫哈林要求复合 我想任何再重叠 这两个名字的部分 对彼此双方来讲 每一次都是伤害 就是这样 然后也很不公平 我想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就是希望大家还原 我们两个人的个体生活 魂面风波让依能静成为了重视之敌 而他最担心的 就是自己的儿子小哈林了 任何的舆论 都会对个孩子的一生 当然这是我起的头 我愿意负这个责任 承担所有的压力跟谩骂 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 尽量不要再提到其他的人 就抄我来吧 因为我已经咬着牙一年多了 而媒体好奇的是 若儿子小哈林提议 两人有希望复合吗 我觉得在现实的角度上来说 是不太可能 昔日强势 今日娇弱 记者沙比林振阳台北报道 广州欢迎回到 由赛奇运动协服 独家冠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 我是小于君益晨 婚期将近的侯佩岑侯主播 最近走到哪里都是喜气洋洋 每当被问到结婚的问题时 总是笑脸相迎 不厌其烦的回答 只是婚礼的幸福盛宴 周杰伦这位前男友 并没有出现在邀请名单之列 准新娘侯佩岑带着妈妈 一起到上海出席某商业活动 说到准女婿 猴妈妈可是一脸得意 就是她很善良 很乖 很老实 对于大家十分关心的婚约问题 猴妈妈表示 只要大家有空的时间都OK 而猴汇城最理想的婚礼 则是从上简约 其实我真的自己心目中想象的婚礼 就是非常简单的 然后人很少 因为我觉得人太多都照顾不来 我会担心宾客 所以我很希望是最简单越好 那你为什么就是花很多钱 然后订过了三套礼物呢 其实我那三套礼物 并没有花很多钱 比我到那个婚纱店去挑的还便宜 而且我自己可以保留下来 那主要我没有到婚纱店选衣服的关系 是因为我希望能够保留一件白纱 然后未来年纪大了以后 可以拿出来看说 哎我当年的时候还有腰身呢 有没有讲过生个女儿 然后留给她穿呢 如果我女儿愿意穿就好了 我也希望生一个女儿长得像我 不过提到造人计划 猴汇城则表示并不着急 其实我也有想说要有baby 可是我觉得可以不用这么快 就是在一两年之后吧 是不是只是也蛮期待早点抱 那个外孙子的外孙子 不会很急 这种小孩是你们来带还是怎么样 我对不起我不会带小孩 尽管婚期还未定 不过亲朋好友的名单 相信猴汇城也早已拟定 不知道曾经的男友天王周杰伦 会不会收到猴主播的邀请呢 猴主的婚礼会不会请周董来呢 其实那个圈内的朋友 我都觉得巨星啊 大家这个太漂亮的人啊 我都不好意思麻烦 因为你知道大家的档期很难瞧 所以现在还没有想到 猪猪酒陪 猴主播婚礼 不邀请周董出席 上海报道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探班 欢喜婆婆 恰好媳妇 这部戏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那就是年轻的演员们全都是单身 这也导致了片场 立刻成为了征婚现场 几位主演 开始为自己的好友争起婚来 欢喜婆婆 翘媳妇剧组杀情在即 所有演员是一片舍不得啊 通过几个月的相处 大家都产生了深厚的友谊 而为朋友能做些什么呢 胡信儿则是带头为刘凯薇 争起了婚 我知道她一句都会在拍嘛 接下来就不要这么辛苦啦 要 不过要继续的赚多一点钱 还能讨你入门啊 对 讨我入门 不行 全满贯啊 我也很担心她 各位观众 如果 觉得自己 适合结婚了 然后 事业稳定 那 全部最重要啦 长得帅最重要 是吧 长得帅重要一点 那 小幸 你帮她也做个真婚 绝对 绝对是好女孩 而除了帮刘凯薇征婚 胡信儿还是很热情的 帮起了戏里斗得很厉害的 轴里戴娇倩哦 其实我们 戏底下也是挺好的 我希望她 早点找到一个好男人 好老公 因为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 我希望她 像我一样 早点扎入好门 给戴娇倩征婚 可是惹到了戴娇倩的 仰慕者何胜明 真的你看 心里希望流露出这种感觉 那个征婚 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 因为像戴娇倩 我觉得她像个公主一样 她在我心里像个公主啊 就是不用征婚了 就是排着队呢 我先排着第一个 你要这样的话 我真的嫁不出去 没有人男人追我了 不会不会 这个是我女朋友 这个是真正的女朋友 开玩笑的 开玩笑 其实她真的是我男朋友了 对以上真婚有益者 请写信到我们乐凡天的邮箱哦 乐凡天记者上海盛强报道 明天晚上我们东南卫视 就将播出拉芳新光大会 高校巡演站重庆站的活动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 先赌为快吧 拉芳新光大会的每个嘉宾 除了表演之外 还要推荐新光班的学员上场 当天作为助阵嘉宾 于自远推荐的两个新光班学员 就是跟她同属一个公司的08年行秀冠军 唐汉潇和09年行秀冠军 于超颖 其实他们在唱歌方面各方面 都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欣赏 而且非常的认真 很努力 对 所以这次怎么样也要站出来顶他们一下 受到同门师兄的表扬 唐汉潇自然是不敢不好好表现一下 一上场就展示了自己的模仿实力 看到唐汉潇出镜风头 一旁的于超颖也不甘落后 不就是模仿吗 咱来绣一段 虽然唐汉潇和于超颖两个人 都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实力 但是到最后拉票时 又都不约而同的谦虚起来 其实我觉得没必要给客人拉票了 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 对 所以说所有星光大会的选手 希望大家都支持 然后一定要关注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真的很好看 肯定会非常好看 一定要关注拉方星光大会哦 乐饭天编辑吧